我們電的部分講完 現在講詞的部分 詞的部分就是物理的最後一個彰顯 物理這個彰顯講完之後 我們要講蒂科的部分 蒂科比較 蒂科來講應該是比較天氣生活 比較有趣一點 對啊 電池這部分有時候我會覺得比較難 是因為它比較看不見 你看看電在流動嗎 基本上看不見 所以古獸人 古獸人也是想像 就讓電流也會想說別 因為就是想像的嘛 很難啊 他那個第一名就是想像一下 寫下一個詞詞被發現出 想像一下寫下一個 這個我會自己掰一個 想像一下 我講一個 就跟你的三國一樣啊 怎麼不是有時候出座 你看 假設裡面是個 你在盤上看那個需要幫忙的女生 你會怎麼樣 想像一下 你怎麼會想到 我聽他講 沒有 我聽他講過 我真的覺得我會被他穿 我沒有被他穿 但是我覺得這次也可以想像一下 好 你有沒有想像一下 一開始吃鐵應該怎麼被發現 然後再來那個 收看 你收看 在地上被發現 也許是 你想想看嘛 像在彈個故事 我就是剛剛我手上拿了一個東西 然後 然後走走走走走 然後 地上就一個 吸上來 怎麼厲害 最好就有這麼強 你看隨便拿一個 手指 手指會被夾到 應該是 那個 鞋子 就用釘子固定的 然後走一走 腳就被黏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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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強 你想天然 天然吃石 強不強 不強 哦 他怎麼發現 石田 怎麼發現 這個石頭為什麼有磁性 為什麼他怎麼發現 我知道 應該是 他在挖山洞 然後拿那個 鎬子敲 然後就 欸 爬不起來 就沒有那麼強 那你是那麼強啊 你也太誇張了 你那麼強 沒有啊 就一定是 那個在採框 或怎樣的時候 弄到石頭會攜帶起來 我知道 欸 欸 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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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真的是 小時候真的是 我那時候 有時候 比較可能 到處幫忙 我們真的在 在地上撿到石頭 石頭上面有一層 鐵穴 真的 真的 講得到 對 就一點點而已 鐵穴沒有很多 一點一點點 那磁力沒有很強 你把鐵穴弄掉之後呢 你再放它燒裡面 再拉起來 它上面就是鐵穴 就是一點點 沒有很強 就是一點點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這個石頭很特別 就是它上面就會有鐵穴 近一點 今天 你剛剛是不是有一點 有 今天有這種 我一定是跟你們 今天 那時候不知道 今天的概念 也許是啦 但是我應該是 我後面學 磁性 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回想小時候的經驗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發現實質的過程 因為可能以前人 它要開礦去做鐵礦 它挖鐵礦做鐵器對不對 它可能挖鐵礦的時候 發現它掉 因為大部分的磁石裡面 它鐵的成分 鐵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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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的是所有的金屬 就是鐵的成分 那裡面磁力都要怎麼弄下去了 好 磁力怎麼弄下去了 我們等一下講 感應磁石 有一題就是要 要問你怎麼做 它就是日久生情 瞧不懂 瞧不懂 我們現在再講那一塊 好 我們發現磁石 因為它會發現 這磁頭上面 原成鐵礦 所以開始有人就想 喔 原來這上面是有一種力量 我們就這樣磁力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磁這件事情 磁被發現了 因為它有磁 好 那很特別的是 我開始 我把這個磁頭 把這個磁頭 找到之後呢 請問 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是磁鐵 磁鐵 有分北極跟南極 他北極跟南極怎麼被釘出來 怎麼被釘出來 往南邊指 往南邊指 就 我們從天空拋的時候 然後看他 這樣 這樣子嗎 看他怎麼走 很簡單 因為他一開始磁道 這個磁鐵 往南邊指 往南邊指 丟太近了 沒有這磁鐵太弱了 他吸不住 古舟的磁鐵就是這樣的 嗯 沒有很想的磁鐵 這磁鐵 這磁鐵 這磁鐵怎麼告訴我 你不要看他顏色說 紅色是N級 不是這樣 這磁鐵我就給你 請你告訴我 哪一個N級 我知道 然後全吊起來 全吊起來然後咧 然後放空吧 然後 然後 然後哪一邊往北邊 哪一邊水扔起來 基本才知道 那我如果可以當掉嗎 不行 等一下水給掉了 我把水給掉了 我把水給掉了 我用水 水也可以 我如果今天那個盤子 它會飄在水上 我把石頭 放在水上面 它慢慢轉成 我固定方向 這是磁鐵 磁石 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如果你要拿出手上的指南針 然後就可以說出 那個指的方向是哪裡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通常會 是讓地理的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邊 是先被釘出來的嗎 怎麼會被釘一釘 太陽升級的方面 就是東邊 為什麼 爽啦 就是有人就這樣釘啊 就東邊啊 東邊的另外一邊 就西邊嘛 假設東邊在這邊 西邊在這邊 南邊在下面 北邊在上面 如果我爬在地上 南邊都有角度的方向 北邊都同的方向 我們就這樣釘出來 然後他會被返進誰的地方 東邊也是西邊 在哪邊 東邊也可以在自己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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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繞一圈 對 繞一圈 東西南北通常是 我為第一方向 我站在這邊之後 我第一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西邊 這邊是南邊 這邊是南邊 所以我的東邊 要不然是西邊 有可能 但是通常是 我的方向 那要是古時候 邏輯不好 他就覺得 我手指的地方 這邊就是北邊 然後他這樣繞一下 這邊就是北邊 因為古時候 在那個時候 真的還沒有地球是一個圓的觀念 地球是一個球中的觀念 沒有 所以那如果地球是平的 所以東邊就永遠是東邊 就沒有說東邊是西邊的問題 對不對 沒有 可是他們怎麼猜測地球是遠的 那是後來 怎麼猜測 後來 我覺得 有一個後來一直被流傳下來的說法 就是說 看到遠方的船 越走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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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地球是平的 他應該是 一直都看得到整艘船 不是嗎 沒有 按照他的說法 沒有吧 按照他的說法 地球是正方形的 所以呢 他應該走一走走一走 就掉下去了 可是我們真的 看遠方的船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是船在走 對不對 這就是南對不對 抓沉 意見 好 傳在船 好 慢慢的 欸 怎麼船是這些 慢慢船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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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東嗎 目前 有什麼東西 OK 反正的話 有人想像說 他應該是圓的 所以他是慢慢 越走越下去 我說怎麼看到他 上半邊 我會看到他 合理 合理 你看啊 我看到船往下 往下 可是他如果是這樣下去的話 那他到了圓的另外一邊 他是這樣繼續走 喔喔 怎麼會 就是他 我看 我往前看 我的重力是往下的 喔 所以我船如果一直走一直走 他是往下 可是他是正的往下 他當然不是往下 我是按照你剛剛說話 就這樣嗎 他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按照你說話就這樣嘛 這是一個 假如我今天想要這個球 這個 這個地球也給他 他看就知道 我在這邊 船在這裡 我船在這裡 就反在這裡 那我眼睛看過去了 一直看到這邊嘛 我從這邊看 我看過去 一直看到這邊啊 就是尾巴跟上 那上面都不見啊 這邊都看不見啊 不知道啦 可是 對吧 那是你剛剛的畫圖問題啊 你以為你很大 好啦 什麼幹什麼 什麼比例問題 圖也許沒有畫得很好 但是乾淨是個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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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兩點 我要喝奶茶 好 簡單講 我們進這個磁鐵的時候 我們把他北極跟南極 是因為把他雪調起來 或是把他雪上面去 他慢慢轉成固定方向 固定方向 固定方向轉出來之後 我們定義說 好吧 那這邊就是北極 這邊就是南極 就這樣被定義出來 那你說 那個 之前定義出 東京南北才有 磁鐵 被斷的難題 那 那個 磁鐵到底是誰 什麼 磁鐵是誰發生的 某人發生的 所以不行 不知道 那磁鐵被發生之後 就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哇 已經有 就可以防海了 就可以防海了 因為以前的人不敢 跑太遠 你跑太遠 你跑太遠 他陸地就不見了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不知道我家在哪裡 因為在海上 你可能亂跑 只有跟把他剛打LOW一樣 都不知道家怎麼走 謝謝 走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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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自北針啊 沒有自北針啊 可是當你有自北針 那你就永遠知道 喔 我家在那個方向 我不知道怎麼走 自北針永遠在那個方向 所以我就知道家在那個方向 我只要把船頭綁過來 就可以回家了 那個方向他的鞋就飄了 有可能 真的 所以 那樣他直北針或直男生要怎麼壞掉 壞掉 壞掉 基本上壞掉也是直立牆 對 直立牆 直立牆 或者是 他在旁邊掉了非常實力 他睡了咧 睡了就不會吧 直北針 你那個在鱸牌裡面 直北針不會睡掉 你要說 把他這樣啊 一個直立他有那個 SG SG 然後呢 他如果斷了 那他 一樣還是NGA-NSG 對 然後再斷了還是NGA-NSG 對 所以有辦法把它修好 有可能修好 你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 在高溫之下 他會磁性消失 一個是在更強的磁性消失 一個是在更強的磁性消失 磁性消失 不准 摔一摔不是有變 可是吧 什麼摔一摔是怎麼樣 摔到地上他不是會減少磁力嗎 也有可能會減少磁力 當然那裡面的結構睡什麼 我 他會 NGA-NSG 睡掉 所以他睡掉以後接回來 他怎麼接 他就不能接回來 他就不能接回來 這個部分我也沒有想通 會想通 但是就更不像寫通 因為按照你說 NGA-NSG 他斷掉我能解釋 斷掉以後還是NGA-NSG 因為NSG 他一定是從一個數字來講 好像他就從高的數字到低的 就是從大數到小的數字 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斷掉以後 這邊還相對比這麼小 那但是呢 那接起來 照來講應該是 這邊比這麼小 這邊比這麼大 然後這邊比這麼大 所以他應該可以接起來 可是他竟然接不起來 所以這會有問題 對 就是斷掉為什麼 好 好 欸 可是你也老師 老師也不是問你 什麼都會不會 沒有辦法什麼都會 老師要解學生的困惑 老師是高興要怎麼去找答案 所以你應該也可以自己找答案 對嗎 依賴 好 所以磁鐵的南北極被定出來 那行啊 假設我這樣磁鐵南北極 那情況磁鐵為什麼會往那邊磁鐵 因為地球去打磁鐵 所以就有人想像地球就是個大磁鐵 那所以地球的北極那邊的 就磁鐵來講那邊是什麼 南極 就是南極 對吧 南極會西北極 你說 可是假如是 這個 他這樣會降著對不對 他後面可能這樣會死過去 再講一遍 我就說那個北極南極 嘿 他可能 就是離南極比較近 南極會死過去 對 我還是沒聽到 他不是會降著 誰會降著 直鐵啊 直鐵會降著 等等 那你假如我們這邊離北斤 比較近 大概今年 後來這裡回合 有可能嗎 當然 有可能拉 但是有可能這磁力很弱 對 那假如那磁力很長的話 你就有辦法輸底 你要逐 тип 通常來講有兩專家 一個磁力很弱的時候 你跟弱性的磁力 com 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慢慢自向南北的對道 可是如果這邊磁性很強 這磁力很弱 它可能形成這樣子 為什麼 這個磁性很強 把這邊感應磁化掉 因為這邊磁力很弱 什麼叫磁力很弱呢 簡單來講一下 我們可以想像 這是我想像嗎 想像一下 一個磁鐵 一個鐵裡面 裡面就是很多小的結構 小的結構每個都有ns 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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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有ns 那這個ns不均勻的時候 這個鐵有沒有磁性 就沒有磁性 那大部分的n如果採用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邊有n級 這邊有s級 可是我想大部分還是 那還是不是完全 表示它這個磁性不是很強的時候 所以這邊只是n一點點 s一點點 所以假設我這邊拿一個 很磁性很強的n過來 我理解他可以吸這邊的s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拿一個磁性很強的n在這邊 我還是可以把這個強吸過來 強吸過來 譬如說我舉個例 什麼東西 我拿磁鐵 它們磁鐵實力本來都沒有很強 你看這是一個強力磁鐵 我可以騎 這邊是n級我們剛剛看過 它紅色的吸 還可以吸這邊 因為這個磁性是在太強 強讓它靠近它的時候 這邊很多本來沒有轉彎的 我本來是p 不是s超這邊嗎 s超這邊 可是我 我強力靠近它的時候呢 我會讓這邊的部分的鐵 真的喔 產生磁場 我這兩個都可以吸 它有跟n級的嗎 沒有寫 沒有寫 因為它很黑 這也是ns級 我這邊可以吸s級 我也可以吸n級 但你感覺到 吸n級的時候 這個磁力比較弱一點 這那麼弱 比較弱一點 這個磁場很弱 感覺像是鋁鐵一樣 你這根本就是 拿一個18等打一等 好 所以我如果拿一個 鐵絲 那一個氣線 我把這個磁力給綁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 慢慢的會 導向一個方向 實力好弱 好 我把這個磁在這邊掛 掛一下 不會撞到的 對啊 我找個東西掛 然後再撞到 放那個桌子怎麼桌 好遠喔 因為桌子有鐵 好 呃 有了 這邊換一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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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哎 先生 好 所以我們 我們就讓它先放上晃 看看會不會晃到的角度 它就不在晃 晃到的 晃到的 對不起 第二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可能這下身本內的 轉軸的那個強度 強讓它轉向模的角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這個是被地時的影響 它轉到模的固定角度 這你可以觀察 另外一個禮物 周圍剛好有另外一個大指掌 你講的沒錯 周圍可能另外一個大指掌 所以你不能把兩個綁在一起 我剛剛不想 你擺在一起的話 它兩個吃起來 會不一樣干擾 它不會吸到一本 呃 有可能 但是其實我們這邊還有別的磁鐵 這就是另外一個磁鐵 這是另外一個 簡單來講 它是另外一個指南針 直北針 好 但是因為它有阻力比較大 那看來就是固定方向 那如果說 你看 我這裡有磁鐵對不對 我如果拿靠近它的話 它會受影響 沒有 沒有 看到這樣嗎 好 也就是這邊是N級 這邊是N級 這邊是N級 這邊是S級 要不然你再拿來轉 再拿來轉 好 好 好 它應該磁力很弱 而且它阻力很強 它的轉手阻力很強 好 好 我現在畫個方向 我現在把這邊S級過去 好 我給它一點動力 發電機 發電機 發電機出來了 動機 另外一邊再換一個時間 發電機 發電機 有可能 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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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們別的磁力 把它就受影響 把它就受到磁彈 把它就受到磁彈 好了 那你說這邊是N級 可是你看我S級 沒有你對不對 可是我S也可以CS啊 那我這個磁力很弱 這磁力非常弱 所以它可以同時 被這個槍一直給去 去影響 它可以強迫吸他 那時候你不要這樣轉 它磁鳥沒有會很強 但是我沒有靠那麼近的時候 它感應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它只會按照它原來的強度去吸收 如果把兩個磁力 差不多 兩級 一樣的硬透在一起 會靠不在一起 要磁力很強的 像磁力的如果是可以靠在一起 它可以被搶不靠在一起 但沒問題 像你剛剛看 這個 這邊的磁鐵啊 這簡單來講 它都是有急性的 可是你要隨便靠到沒有問題 你隨便靠到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放在一起的話 學掉了 大概會轉成 香氣的那個強方向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怪力比它的磁力來強 來很強 所以你可以強如果它同時 不會強似 看你不會強似 這如果 修強會先 但是用更強的力量 把強似壓在一起 還是 糟了會怎麼樣 對 我們利用一分鐘解釋一下 強力磁鐵怎麼做 在磁鐵 你知道它裡面有這些小噴 會有磁性對不對 有 假設我有辦法 在這邊 等一下纏那個很強很強 那邊纏那個很強很強 還是 我是可以從它轉向 這樣很難 它不會轉向 因為它是不強 它會硬 怎麼辦呢 我就跟它講 我就加熱 然後它快融化 但是還沒融化 這時候所有的 晶體啊 要裡面的金屬結晶 晶體啊 它會開始移動 最容易變 像豪宿這個時候 要給它定S這樣分 就好 對 當這些晶體 開始轉向排列整齊的時候 然後呢 這幫我拿掉 我給它突然放到冷水 它就被固定了 它就被固定了 被固定了 它就變強一磁鐵 哦 所以 同樣 假如我這邊放另外的磁鐵 這已經變NS了 我給它常溫就每次N 所以N跟N在一起 常溫就放在一起 會怎麼樣 還能強 那邊把那邊改變 假設你溫度不夠的話 它是不會被改變 不過我的是 它這個材質 像你看到很多 很多磁鐵 它的材質是有影響的 它的材質 雖然它在U之下 不容易轉向 但是它如果材質是 比較想說 像熟鐵 這種就是它的結構 還可以稍微轉變的話 它會被影響 所以你拿 鏽花針 或拿那個針線 如果在磁鐵上 你一直磨一磨一磨一磨 這磁鐵會帶磁性 這鐵會帶磁性 這鐵會帶磁性 就是因為那邊 就暫時那邊 因為它本質 所有的材質是它能受外電影響 你這個都被影響過了 它放久了 它就會被別的影響 它本身的磁性 會打散掉 好 OK 那再一次 如果把它 把鐵融成液體之後 然後 吃鐵的液體會被吸引 也會阿 會阿 會阿 那假如兩個 強力磁鐵 弄在一起 弄很久 真的這樣會 假設 假設這個材質 是它本身的磁性 會改變的話 那不會 那不會的話 就不會阿 就沒有影響 喔 可以不要好重喔 幹嘛讓它轉阿 好 這個就關掉 好 這個就關掉